今天我兑现的是孙侧 然后我在家用了两秒半钟的时间和队友讨论战术 我过去慢了孙侧两个半脚步 所以我上线的时候他已经快清完线了 我也不敢过去和他硬抢了 然后清完线他就走了嘛 我也不知道他去哪了 赶紧就先去吃小饼 但是我也没有什么攻击力 先线的速度就很慢 清完线后我就想去河道里看看嘛 他是不是把河道蟹也给清了 结果发现河道蟹还在 然后我就想去吃河道蟹 然后看小距图的时候 我就发现孙侧已经跑去搭到我们野区了 我开始看到的时候是不太想过去了 但是我的队友都喊我去帮忙了 没办法我就只能硬着头皮过去了 用我的一技能刮了他两下也没什么伤害 之后他就当我的面带要倒把他挑走了 当时我就想他可能是不敢跟我打吧 就鼓起勇气上去清兵 他就立马回头打了我一套 打了我半小时后他没技能他才走的 然后后面他看到我丢了二技能后 他又想回头打我 我真的很害怕 然后我就赶紧往台底下跑 结果他伤了又给我一个一技能 我没办法 我就只要闪现了 现在闪现也没有了 我更害怕了 赶紧回到打下吃个血吧 我再反过来 然后他的队友看我好欺负嘛 就准备遇他搞我 连我们家的打野生板 吹出的硬扛了猴子 四五棍就没了 然后我以为他们都走了嘛 就想去吃兵 结果甚至又为了把我和蔡文匹揍了一顿 我两个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 现在他又在核桃吃过的核桃戏了 我想过去抢了 结果他连给我看一眼都不准 还好我跑得快没有被他打到啊 当时他的这一套连招真的怪把我吓死了 我又想过去赶紧 他又过来打我 这次还差一点把我尬了 他连我家防御塔他都不怕 我现在真的是一点想法都没有 我真老爱吧 只能在台下做个防御塔努力了 结果他还叫上他所有的队友 一群人把我给揍没了 外面太暴力了 我不敢给你们看 怕违规 你看现在他一直在我打架 就等我露头了 你们觉得这个打我还有必要守吗 我觉得必须要守 我不怕为你当我是变你猫子了 来来都给我过来呀 还叫做猴子吧 还在塔下搞我是吧 来呀 别跑啊 哎呀呀呀 上面好哥我好怕呀 我怕你 我怕你顺着 我怕你猴子 来呀 怎么跑呢 罗姆 罗姆 诶 你怎么还有胆过来 请你线啊 孙子 谁给你的胆啊 谁给你的胆啊 不长鸡胸啊 别跑啊 给我站住 刚才不是甜胸吗 罗姆 罗姆 全都给我赶紧跑 请问蔡文静 蔡文静依然在不需要控制方向 你跑 你跑了掉吗 你就跑 有他了不起吗 有他了不起吗 你防御塔吃的好啊 我就怕你防御塔 还躲 我都听着你脚步了 还躲